中国这艘排水量仅1500吨的军舰为何受到如此高度的关注 该军舰到底有什么样的特殊之处 巴西军北表示 中国海军让人嫉妒的发抖 最凶猛的蛇可以被一群蚂蚁围殴 这是巴西海军媒体在报道中国第71艘056型护卫舰下水的消息时用的第一句话 然后用了一张056型护卫舰特别漂亮的图片 据报道称 自2012年以来 中国海军共有71艘056型护卫舰下水 让这艘军舰成为现代海军建造数量最多的水面舰艇 严格地说 这7年时间建造的71艘护卫舰应该分为056和056A两个型号 其中056A侧重于反潜战争 配备了拥有监测和跟踪潜艇的先进收纳系统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 056型护卫舰具体已经下水了多少艘 当前官方并没有发布数据 各方统计并没有一个准确的数据 目前根据社交媒体统计的富有照片的数据 目前至少有61艘 有意思的是 除了前不久服役的中国首艘国产航空母舰山东号之外 近期最受国际媒体关注的中国海军军舰 要属056型护卫舰了 而该舰在中国军事观察人士眼中 除了刚出来的那几年稍有关注 这些年都被当成了空气 军事观察人士迷失在055、052D、075 以及航母磁机笔伏的热浪中 相比较海军其他军舰 056护卫舰的火力并不算强大 仅四导弹发射器 两个雨雷发射器 但数量多 在近海作战中 快速机动是其作战特点 能够发挥海军的小快铃的传家宝 不过巴西的军事分析人士 并没有纠结在056型护卫舰的性能上 他们更多的还在讨论 中国的另外一艘护卫舰 已经停产的054A型护卫舰 巴西海军近期正在为他们新增 四艘排水量4000吨的护卫舰头头 最新的采购方案被否决 他们的新舰还遥遥无期 另有巴西军事分析人士 对中国海军发展表达了惊讶 他们将成为巨人 在国内056型护卫舰 几乎很难成为热点 唯一的问题是 中国海军的弦号真的有点不够用了 如果说弦号问题可以通过增加数字解决 还有一个头疼的问题 命名怎么办 程世名貌似也不太够用了 咱们是不是应该每个县也要分一艘了